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在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介绍一位震惊佛教业界的大事情 那这件大事情呢 他是一位在生死自由的大成就者 他的名字呢叫做陆东赞 他是全世界的佛教总会的主席 那他呢因为在第三世多结枪佛 这边学到了内密的圣法 他在2018年的9月20号这一天 说走就走当下原籍作画 并且呢他在身后留下了非常稀有的 五彩舍利花和金银圆润的坚固子 这件事情呢在佛法的历史上面 都是非常殊胜的一件大事情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了 当时参加陆东赞法王原籍大法会的 华藏寺的助持若惠大法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来给我们解释还有见证一下这个殊胜的事情 好吗 主持人湾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跟大家又见面了 这个生死了脱 还有能够自己自由的掌控生死 这本来就是佛法当中有说明了的 但是呢因为佛法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播 所以呢有变迁还有劫难 因此呢很多佛法都已经失传了 所以近百年来成就的人就非常少 自从第三四多节枪佛来到这个世界 带来了完整的教法 那么恢复了释迦摩尼佛教法的本源 佛陀所教的弟子呢很多都得到了成就解脱 那今天这个卢东赞法王呢 他一生拜了很多的著名的法王跟大法师 可是呢修学佛法都一直没有效果 自从他1995年遇见了第三四多节枪佛 他传授了这个卢东赞法王佛法之后 他专修这个佛陀恩寺的法 果然进步非常快速 正量呢突飞猛进 并且福慧迅速圆满 那在2004年的时候 那个玉佛圣义玉佛法会上 他呢就和另外一位西藏著名的人婆妾女的 并且呢两个人合起来 抬起重达4260磅的 这个成满香烫的这个玉佛莲子 那是当时现场14位壮丁 都没办法抬得动的 但是呢法王当时是已经70多岁了 他有这样的功夫本事 就是因为他学到了正法 那这个廉词 现在呢正供奉在法杖士 那欢迎大家呢去瞻仰礼拜 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 法王呢他当众修法 显这个金刚禅宫 他神是出体 自由的取得了远距离的那个金刚丸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 法王就已经证得法身成就 他明心见性了 那有一盘银河法带 就是他当时向第三十多级抢火报告 他这个修行正道的经过 得到佛陀的印证 所以红传于世 那在这两年以来 这法王呢 他其实呢已经有三次预言 他将要离开人世 可是都没有固定的时间 那今年八月呢 就有两位世界佛教总部的董事 还去问他 什么时候远距 他说呢将等到修最后一场法会 那么不会耽误时间 并且会写下决定远距书 尽快远距 结果呢 也没有说哪一天 直到呢 那个九月十九号 由那个巨圣德在圣基寺 举行了一场 圣义火供大法会 那么这是百年难遇的 并且呢 这个佛法已经失传 那么这个法 他不是呢 由人工去点火的 所以他叫圣义 那么在修法当天呢 这个巨圣德 他对空 召请这个金刚佛母 于虚空中显现 同时呢 这个金刚佛母的身躯呢 好几丈高 并且是全身蓝色 那么从他的眉心呢 就射出一个否焰 眉心就是这个地方 对对 然后呢 直接射到那个火坛炉中 就轰的一声 这个熊熊烈火就燃起来 哇 那我们在当场呢 都看到了这个圣经 大家都非常的震惊 所以这叫圣义 那么修完这个法之后 那个巨圣德就宣布 陆东战法王将要圆集了 我们才知道原来他等的就是这一场法会 那么在第二天的时候 他写下了给佛陀恩师的拜别文 这当中有提到说 从此落笔 离世 那么墨迹未开圆集 就在他写完这个文之后 他呢 立刻作画原集 那真是印证了他自己所说的 已经达生死的正量了 那么法王呢 他其实是完全自由的 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死 这是非常难得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法王 他所写的拜别文 好的好的 拜别文 那么第三是多杰强佛恩师 弟子陆东战 词人家措决定原集 人生岁月极苦 奔走求道学佛 从师一指多位 广卿宣化卡鲁 顶果亲者法王 撒家不共道果 勤修苦练无效 感恩佛陀师父 解脱手印无上 密传灌顶圣法 我达生死自由 限量见证为时 就此落笔离世 莫及未干原集 拿谋枪活恩师 弟子东战拜别 2018年9月20日 哇 法师这个实在是太令人赞叹了 他自己能够说生死 自己自由意愿就可以决定 并且又如此的决断 一般人都是会很无奈 而且没办法抗拒死亡的 是 像我们凡夫俗子 在最近也经常想到 如何了脱生死这个事情 尤其是面临死亡 或者是家人亲戚 要面临原集的这个时候 心情更是难以平复 我想在佛法里面 也有专门修这一方面的学问 对 如果你能够学到如来正法 那你绝对是生死有把握 到时候都是很洒脱的离世 所以那就是可以得到解脱成就了 那陆东在法王他涂比后 留下了史无前例的这个五色色粒花 圆润而金银无限的 这个无瑕的这个坚固子 和坚固牙齿色粒一枚 哇 实在是太难得了 所以中期医生他也有对佛教 还有对自己都有这么大的学习的益处 还有这么多的见证 也让我们知道 真的是佛法就是天下无敌的一种正法 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领会 也给我们很多的感动 我们更感谢如惠大法师 今天能够到我们的节目来 跟所有的广大的观众朋友 都可以见证这一件殊胜的事情 阿弥陀佛非常感谢 也感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谢谢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圆满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中文愉快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拜拜 不愿意淘汰 不愿意淘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